新浪娱乐讯剧台媒报道 2月1日晚间哈林被拍到出席公司尾牙 不过比其他歌手稍早离开 晚间9点多他便在助理陪同下先行走人 看来滴酒不沾,神色清醒 他跟助理步行一段后道别 但并未叫继承车离开 而是步行到对面的台北花园豪宅 往里头走时跟警卫亲切打招呼 看来搬来已有一段时间 昨日下午2点多 哈林和老婆张嘉欣准备返家 他右手拿白色纸盒,左手牵着老婆 不时左顾右盼,见没车才牵着张嘉欣过马路 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,在老婆面前 哈林表情柔和许多,随后夫妻俩一起返家 据悉,先前居住在大安区一品大厦的哈林 如今住居继续升级,还跟富士康老板郭台铭成为邻居 花巨资买豪宅安置妻子跟孩子毫不受软 有记者询问她的经纪人是否购入豪宅,目前未回应 哈林,索,出席玩尾牙,在助理陪同下离开 哈林,中,悠哉过马路 哈林跟警卫打招呼后进家门 哈林,又,紧牵着张嘉欣,过马路不时左顾右盼 哈林,又,和老婆张嘉欣时至紧扣返回新家 哈林新居旁边就是安康公园 哈林推着孩子,带着爱妻张嘉欣在一品大厦旧居附近闲逛